如果餐桌上必须有且只有一道炖菜,那肯定是炖鸡了。 炖鸡汤营养价值丰富,是上好的补品和健康美食。炖鸡汤的做法虽然并不复杂,但对锅的选择,火候的控制,加盐的比例和时机等等,都是有讲究的。把握好这些,才能确保营养不流失,味道也才会更加鲜美。 小编81岁的外婆,一辈子生活在农村,用自家散养的土鸡炖汤,烧的是柴火灶,炖出的鸡汤味道纤维,肉质鲜嫩,那叫一个香呀。炖鸡要怎么样,才能做得特别好吃。 今天小编就把外婆教的方法分享给大家,希望你能喜欢,技巧一,对锅的选择。 外婆说炖鸡汤最好选用砂锅或者瓦罐,一方面砂锅或者瓦罐是热的不良导体,锅壁会为里面的鸡汤保温,它的热量就不容易散发出去。 另一方面,锅底的温度很高,也不至于直接通过锅壁传导到上面去,这样可以减少水分和香气的蒸发。 如果换成铁锅或者其他金属锅,那炖的效果就不如砂锅和瓦罐做得那么鲜美了。 技巧二,对鸡的处理,从外面买来的鸡一般脚载杀好了,直接做就行,如果是自己杀鸡,就需要将鸡身上的一些部位,比如鸡爪上的指甲,鸡的内脏和鸡屁股等等,在烹饪之前必须要通通去除掉,否则,会直接影响着鸡汤的口感和橙色。 另外在炖鸡之前,要用桃米水浆浸泡一下,大约需要十几分钟,这样会使鸡肉更加鲜嫩。 技巧三,炖,汤要冷水下锅。 外婆教我,炖鸡时,一定冷水下锅,可以让鸡肉随水温的升高,慢慢释放天然的营养和香味,并且与水同温下锅的原料,更能熬出好味道。 所以,一定要记住,桌水完成后,原料要立即用冷水过凉,然后再入锅炖煮。 技巧四,炖鸡汤前最好超一遍水。 在煮汤的开始阶段,鸡汤上会有浮沫,这种浮沫需要及时撇去。 外婆说,不光是鸡,任何肉类炖汤前,都应鲜酱主料飞水,这不仅可以去除掉腥味,也是一次彻底清洁的过程,还能使汤品更加清亮鲜香。 外婆说,飞水,要温水下锅,煮约7-8分钟,不盖盖并不时地进行翻动,开水下锅也行,各班只需3-5分钟即可。 但千万不要冷水下锅,那样会造成营养物质的流失,技巧五,加盐的比例和时机。 外婆说鸡汤不能咸,要突出鸡本身的香味,而不是咸味,所以炖鸡味道宁淡污咸,加盐的最佳时机是在关火前5分钟。 不能在刚开始炖时,就加盐或中途加盐,这样盐会与肉类发生化学反应,肉类里的蛋白质被锁定,鲜味就出不来了,肉也炖不烂。 注意,放盐进去后不要搅拌,那会留下一股生炎味。 技巧六,炖鸡汤要选择用小火炖,用小火炖鸡汤,香味物质不会细化蒸发,还可使鸡肉软烂不产。 操作的时候,应先大火约10分钟左右转小火,因为砂锅有很好的保温功能,若沸腾后再转小火,汤品就没那么鲜了,在10分钟内千万不要结盖,否则汤就没了原有鲜味了。 技巧七,炖汤只需加着三种调料,外婆说,外面饭店的大厨一般会说,他们的菜品或汤,有几十种调料配成的秘方,这其实是在虚张声势,那些靠调料弄出来的味道,都不是好味道,真正的好味道就是食材的本身的味道,原汁原味才是真。 炖鸡汤 炖鸡汤